英雄联盟已经来到了S8赛季,上百位英雄在召唤师的手上征战召唤师峡谷,这些英雄已经不再陌生 但是在各个不同的位置,诞生了一些让玩家为之疯狂的英雄,辅助位的锤石,打野位的芒僧 而在阿德位上,VN绝对是最亮眼的那颗星 下面,就让我为大家介绍那些优秀的VN使用者 Piglet小猪皮革来,拥有VN的冠军的男人,SAT第一个王朝的缔造者 VN的熟练度可想而知,S37小猪和阿德福蒂斯门子福满多波 OHM ANDU0的下路组合无人能及,那经典的塔下Q死骑正是出自那个时代 虽然经那一笑之后小猪已经不复当年之勇 但是他那精湛的操作永远刻在了英雄联盟史上 经典的一笑塔下Q死骑DOUBLELIFE说到 VN的优秀玩家,怎么可以少 得了道布莱夫特,从SE就活跃在英雄联盟职业赛场 人送外号大师兄 贵为北美第一阿德克的大师兄除了实力外 更为出色的是他的嘴炮能 利,艾斯逼,艾嘲讽阿德福蒂斯门子艾姐说 虽然没有在赛场上大方异彩的操作 但是在路人局里的精彩操作经常被作为 极紧,而且有助惊人的观看量 说到VN的初代祖师,大师兄非常合适 北美无敌的大师兄骚话之王 微笑曾经的世界第一阿德克 为阿德加上了思这个单词 微笑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阿德的深度理解让微笑在线上经常打出巨大的优势 同样微笑在职业赛场上没 有留下VN的经典操作 但依旧是VN的阿德福蒂斯门子优秀使用者 还记得PDD在直播说过的话 提到VN,你们只知道其 但在我心中,VN最牛逼的人,叫,高学成 现在很多人才玩落的,都是新司机 只有老司机才知道高学成的VN有多恐怖 他玩的VN不是落,是CF 大王不会离去,大王只是去寻山了 大王为时期的微笑Uzi 无论你承不承认,小狗绝对是如 因最优秀的VN使用者,虽然VN的冠军皮肤属于皮革来 但是说到VN,阿德福蒂斯门子 大家第一联想到的一定是小狗 小狗的VN的成名战,是S34强赛上对阵OMG时在蓝笔服 F储单枪皮马杀入敌方后排造成高额输出后依然活了下来 那一幕如今看依旧热血沸腾,从那以后,其的VN便成为英雄联盟赛场上的传奇 在S7世界赛上,当其掏出VN那一刻,全场沸腾 这,就是其,小狗还在职业赛场上,还在为他的冠军梦奋斗 期待小狗在S8夺得属于自己的总冠军 风神一战阿德福蒂斯门子S4VN神级武杀 其维恩的优秀使用者还有很多 在你心中,谁才是第一VN呢? UZI完美,灰挺进决赛 美女伯乐为他自豪,他就是地表最强AD 苦瓜原创,翻版必揪,苦瓜电竞,让你体验不一样的电竞主播圈 千里马长有,但是伯乐难寻 提到UZI的伯乐是谁 相信不少小狗的真爱粉都是知道的 作为前OMG电竞俱乐部分部总经理 当年虎妞的一双会眼看中了UZI 从此UZI也是踏上了LOL职业赛场 出到集市巅峰,S3,S4的皇族拿下了两亚王 可以说已然是很给力了 只是当时喷子太狠 现在想想,两次亚军可是LPL在S赛的最高成就了 阿德福蒂斯门子在近日的RNG和IG大战中 起初很多人是不看好的RNG的 毕竟IG这个赛季太猛了 而且之前的交战也是分分钟就干掉了RNG的 很恐怖,但是随后得知西音伤上不了场 局势瞬间改变了 不过,RNG还是赢得很艰难的 硬是打满了BO5 值得点赞的是,UZI五把都是完美 会啊,特别是那连续的三把卡莎 天秀,完胜杰克拉夫啊 更是拿到了五杀 要不是第一把兵线的原因 RNG可是要3比0拿下IG啊 三连绣卡莎,五姐 这一页UZI收到了所有的称赞 美女伯乐也是为UZI感到自豪 直言,她就是地表最强AD 阿德福蒂斯门子仔细想想 虎妞心中自豪也是必须的啊 毕竟UZI可是LPL牌面之一了 还是自己发掘的,满分 当然,胜利的背后是UZI各种在伤病下的坚持 看到这波图,相信不少UZI的粉丝还是很扎心的吧 阿德福蒂斯门子不管怎样 决赛门票已然到手 就是不知道接下来对阵RW还是EDG呢 相信小狗还是愿意他对RW的吧 毕竟昔日对阵EDG的背大翻盘还是有阴影的 我是苦瓜 我为自己代言